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现在才发现自己的想法有多天真 因为组成一桩婚姻的不止两个人之间的爱 还有各种生活里的琐碎 以及夹杂着其中的一地鸡毛 更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最现实最扎心 最让我们羞于说出来的 那就是夫妻生活 这两天有个读者给我留言 向我诉说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她就是因为夫妻生活而放弃了婚姻的人 为了方便叙述 接下来整篇文章我会用第一人称叙述 我叫夏美 今年35岁 出生于一个二线城市 长相这块 自我感觉还不错 身高172公分 不胖不瘦 扎着马尾辫 从念书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追我 我这个人是外貌协会 对男人的样貌要求很高 虽然很多人告诉我 找老公没必要找帅的 只要找个疼爱自己的就行 但我不这么认为 如果老公的样貌太丑 我会觉得连饭都吃不下去 更别说往后余生 都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了 大学的时候我谈过一次恋爱 男朋友特别帅气 和他在一起我也很开心 本以为我们能走到最后 但是中途却分手了 分手的原因是 男朋友背叛了我 可我当时完全想不明白 让他背叛的女孩 要脸蛋没脸蛋 要身材没身材 我质问过男朋友为什么 男朋友的回答出乎我的预料 他说自己和对方合得来 对方很体贴 而我就不一样 他觉得我不够温柔 不够体贴 坦白来说 男朋友的话确实刺激到了我 也就是在这一刻 我才知道一些事 在恋爱关系中有多么重要 当然 分手之后还是有很多男人追我 但由于我对样貌要求很严格 所以也一直没遇到合适的 后来参加工作了 还是没有这样的男人出现 我甚至都失望了 后来在一次聚会上 我认识了莫南 一个特别帅的男人 聚会的时候我一直看他 莫南也看过 当时我的心里小路乱撞 确定自己已经被征服了 聚会结束后 我就迫不及待地去加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一来二去 我们就确立了关系 以前我不相信一见钟情 现在特别相信 我只看了莫南一眼就沦陷了 我们属于闪婚 认识半个多月就结婚了 我本来以为婚姻会特别幸福 但是结果却让我难以接受 莫南竟然是有一个难言之隐的人 结婚当天晚上 我们都是各睡各的 谁都没碰谁 我以为他是忙了一整天累的 后来才知道他是逃避 结婚的第二天晚上 莫南还是没有碰我 这个时候我发现有点不对劲了 于是我就问他怎么回事 莫南并没有说话 当时我并不知道莫南的身体有病 只是觉得他嫌弃我 就算我主动 莫南依然是没有任何反应 这一刻我确定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问莫南到底怎么了 莫南闪烁其词 很显然他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一开始我以为他是紧张 但是后来发现不是 当时我的内心差点绝望了 我才三十多岁啊 可他却这样 我不知道这样的婚姻能维持多久 我想过离婚 但莫南除了这一点不行外 其余的都还不错 他特别疼我 是那种放在骨子里的那种疼 我想买什么东西 他都毫不犹豫地转钱给我 我也想过就这样过下去 但真的做不到 我一直劝自己接受 既然老公身体不好 那就赶紧就医去医治 本来以为这样会好一点 内心会舒服一点 但我真的欺骗不了自己的内心 后来我带他去过很多医院 依然没有任何效果 而我也随之绝望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背叛婚姻 但很多时候真的难以控制 最终我还是背叛了莫南 最后的最后我们离婚了 你可能觉得故事里的夏美 把夫妻生活看得太重 如果她不这么执着 那么她们的婚姻或许不会走到尽头 但我觉得这不是夏美的错 夫妻生活在婚姻中 本身就占很大的比重 倘若夏美背叛了莫南 还一直在一起 那才是真的渣 既然无法过这一关 既然背叛了 那还不如不在一起 至少这样对谁都好 虽然莫南嘴上说不在乎 但心里一定是特别在乎 只是在这个时候 她自己觉得没有资格要求 虽然我们羞于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问自己的内心 你难道就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吗 你自己给出的答案 肯定是否定的 你也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嫁给这样的男人 说实话 每个女人都会心灰意冷的 哪怕她对自己再好 给自己再多的钱 但我们都是平凡人 七情六欲 根除不了的 不是吗 当然 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同的 也许也存在愿意过 这样生活的人 她们完全以爱为中心 但我肯定的是 这样的女人不会太多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